Hello, I'm Yihong Lu. This is my student. 现在我们会来开始一个开始练习 中文字幕提供 那么我们上几课的时候 我们就是布置了一首歌 它叫子罗兰 就是下来有没有了解过这首歌呢 它是选自一部歌剧 然后是一个男子写给女子的歌 用以子罗兰花来隐喻的女孩子 嗯,不错 这首歌呢它大概讲的就是 因为它是一个17到18世纪的一首歌嘛 它在最开始的时候就讲的就是 男子想要追求他热烈的女子 就是对他女子的一个热烈的一个追求嘛 然后不过现在到了近现代的时候 它因为是到的是由女高音来演唱 所以后面这首歌呢也就逐渐表达 也呈现出一种就是女子的端庄柔美之情 行吗? 那我们现在先来听一下一串这首歌 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,那刚才听了一下,就是你觉得有,就是你觉得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呢? 嗯,就是觉得十一小节和十二小节那里,就是那一句就唱得太长了,不知道在哪里换气就导致可能有一点偏音和节奏的错误。 嗯,这个地方刚才就是你换气其实是换错了的哈,对,因为你刚才我听到的话,就是你在十一小节和十二小节这个地方换了气。 嗯,因为它这个地方它是正好是一个句子,是一个完成的句子,中间是不能换气的。 嗯,那么这个地方换气,我们一般换气是一个句子结尾的时候才换气,那么这个地方它换气就应该是这个地方, 嗯,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完整句子,这个地方需要换一个气。 然后这里,这里是,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完整的句子,在这个地方再换气。 然后后面再就是,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完整的句子,所以它是在这两个地方换气。 那么现在我们就是,但是这个换气的这个,现在知道换气的口在哪儿,我们现在用这个带进去来唱一下这个地方。 好,我们来,一,二,三,走。 OK,这一回去换气了的话,就下来一定要注意像这种地方。 然后,还有就是刚才在听的时候,其实你的结尾的咬字都不是很好,就像句子中间的。 比如说我们像这一句,第五,六,七,这个地方,这一句。 这个地方它归运,最后一定要归出来A。 你跟我一起来。 OK,就最后这个字一定要咬实。 就像这种,其他的像这种也是类似的。 那么我们现在带入一下这两个问题来,再来唱一下这个地方。 嗯,就是重新再唱一下。 一定要注意结尾的时候咬字,咬清楚哈。 OK,对了。 它们随便宜随便宜。 它们放上来,再拉着这种achu形。 所以我们会要和弹性。 现在我们这场 glow着,同时的意见。 如果终于像这一张插头的汗, 我们教你了一下, 我们教你了一些旋律。 我们教我了一下, 我们教你了一下, 我们教你了一下, Kissong Trong, Passong Tompa BG Ozzy 刚才这个最后咬字的地方就是要就是更加有改善一点 那么下来你就是需要注意一下你节奏的问题 对就是尤其是成句换气这个节奏问题 还有就是最后咬字归运这个问题 下来就是多多练习 然后咱们下节课再继续再来看一下 好